大家這邊看到虱目魚餅 這是吃的 然後魚鬆還有魚粥 這也是最新研發出來的 那虱目魚罐頭有很多 所以還有這個魚味鮮 過於大家只知道蝦味鮮 那蝦味鮮裡面有多少蝦 有多少麵粉我們不知道 但是這個魚味鮮 絕對是虱目魚占很多的 站在那邊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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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邊 在虱目魚鮮片頭前 外面十月二十九號在新年 明天市政中心 擺演三百魚的代言人 一行一行拿去新產品 向記者會來邊介紹 虱目魚一隻魚兩百公斤的魚鮮 吃虱目魚鮮的時間比吃魚的時間多 所以現在已經推廣到五次虱目魚 那而且這個虱目魚肚 魚鮮都撿得很乾淨又鮮美又好吃 我們如果把虱目魚的應用 包括它的加工品 能夠做成罐頭 粥的罐頭 或是做成虱目魚罐頭 它可以讓國人一年四季 都可以品嘗味美的虱目魚 那尤其能夠擴大它的運用 也可以讓虱目魚的產季 能夠獲得比較協調 而不只是集中在盛產季 無關是十百魚鮮、魚鮮、魚鮮、 十百魚丸到十百魚罐頭 十百魚已經是台南人生外的一部分 我只希望大家愛用十百魚的新產品 讓台南的十百魚 平衛台灣的十百魚 效果全世界 為市民找到新出路 虱目魚全身上下都是寶 讓它也可以做好更多 它包括膠原蛋白 包括虱目魚松 包括虱目魚罐頭 還有包括虱目魚粥 總點點點點點 都是美不生收 希望說大家一起來 虱目魚全新出路 生台南新出路 正不正 是 可以看到嗎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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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可以看到